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从今天开始 到7月14号 每个礼拜二礼拜五 理财达人秀 是没有在电视上播出的 因为台彩要加码 但是在网路上 我们一样在YouTube频道 9点钟准时上架 不会漏集数 请大家在网路上 尽情的欣赏 今天很重要 很重要的两个会 昨天已经预告过了 一个是台积电的股东会 一个是苹果的WWDC 昨天晚上苹果公布了 它的新头盔 Vision Pro 但是价钱也很Pro 本来市场上说3000美元一顶 那大概就是9万台币 没想到公布出来叫做 3499美元 突破10万台币 差1万多 国粉要不要买单呢 但是今天我们有不一样的观点 因为很多人都说 就是这么贵 所以苹果才会留下一个黑K 先涨后跌 好 但是我们却要讲 如果今天苹果有决心 跨出这么一大步 去做有突破性的新产品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它一点点鼓励呢 而且这个新产品我们都知道啦 这两三年可能量都不会大 但是它也有可能会引爆下一个世代的使用需求 很多东西都是10年前就研发 10年后才大量被取代的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再来台积电的股东会事实上是放利多的哦 怎么讲因为它讲股力政策的部分 就算今年的获利可能不如去年 可是明年哦 发给大家的鼓励却是 不会缩水甚至会更多 而且董事长刘德英有讲了 明年是台积电的成长年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哦 好所以今天话不多说了 有两位来宾来帮大家做解读 第一位哦 是我们国泰正旗的蔡明翰明翰经理 好明翰经理会来解说 虽然这个头盔贵怂怂 可是他说呢 不是苹果的问题 是我们消费者的问题 像施工昨天来嘛 就讲说9万10块10万 他都会买给理财达人秀做试用哦 我们来跟施工讨一下 好但是苹果的启示录就告诉大家 企业愿意在新产品上面做研发 都是值得赞许的 尤其不要忘记 如果台积电承诺 明年重回成长 那么今年下半年 消费电子能不能复苏 就值得期待了 等一下听听看明翰经理怎么说 好第二位呢 是我们的总务股长 大家最喜欢的 阿格力 今天会不会有阿格力效应呢 我们来期待一下 因为今天要讲的是 5月营收陆续公布中 好分成两种咯 一种叫做已经公布了 成绩非常好的 阿格力会告诉你 怎么来看 到底有多好 你越双增就算好吗 第二个 教你来预测 还没有公布的 可是阿格力已经知道 他会好 这样比较重要嘛 免得成绩出来已经喷了 你又跟不上 阿格力今天 哇这个法宝全部交给你哦 首先拥请我们的明翰经理 今天台积电的股东会倒是蛮出乎意料之外的 因为昨天台积电的股价没有什么反应 大家就想说股东会可能不会讲出什么好消息 但是今天台积电的股价就有受到激励了 好 股民们都很开心 苹果虽然他的头盔很贵 可是你说那不是苹果的问题 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好 等一下来帮大家解读一下 不会有量的东西 我们到底该怎么看 好 我们先讲台积电的股东会 其实在展开前 其实外资就有提到 他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 那其实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所谓的AI 那另外的部分来讲就是鼓励 这两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 应该说AI大家都是知道的 因为最近吵这么凶股价也涨了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NVIDIA讲了半天 对 他讲得非常好 那台积电一直不对客户的这个 做任何说法 那可是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就尤其外资会买的怕怕的 到底是不是哪里出了环节出了问题 是不是其实能拿到的金额很小 搞不好没有想象那么好 所以最后他今天证实确实AI热潮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很重要的关键点 那另外跟大家解读一下 我觉得这两个看起来好像就是一般般的文字 可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说他今年负成长 大家看到有点腿软 重点他在这里迎接下一波成长 今年负成长后面会成长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今年就是低点对吧 就是明年应该会走高了 第二就是Q2已经过了这个季度的基点 下半年会由于上半年 所以这样子两个合起来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就是长波段的最低点了 业绩面后续会持续往上 所以我觉得这块来讲 应该对整个后续的一个趋势是正向 还有一个大家一直看到 他就一直在讲先进制成还有先进封装 这两个一个部分来讲 其实尤其是先进封装 他一直提到资本支出里面四分之三 他都用在先进封装 他一直告诉大家 大家都一直在关注先进制成 他说这两个对他来讲是一样重要的 那所以我个人觉得刚才提到 他今天的说法是非常正向 股价也有所反应了 可是我个人觉得大家常会问说 你看这个后续股价怎么走 他确实目前是一个区间整理的格局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到底后面怎么走 短时间来讲就回到我们上次来讲 大盘后续的走势 记得我们上次讲六月七月 给他两个月的时间 还有接近一千点的行情 这个代表我在讲的其实就代表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不长指数是没有空间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并不是在台积电 是在全球的状况 因为举债的上限的问题解决之后 六月中马上有FED要升息的问题 现在杂音不断 所以我觉得涨多了 加上前面有个不确定因素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就在这一两周 他会持续震荡整理 筹码沉淀 等待FED的问题结束之后 他应该就会有这个再往上的空间 这块在反映什么 就是第三季的旺季 切记不要等到七八月 他已经旺季来临了 他已经涨到尾身段的时候 你才讲说第三季来了 我要买旺季 其实后续来讲 应该就很在六月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了 这是目前对短线 对于台积电的看法 另外一块来讲 就是刚刚 这个公司的说法 就是今年会有微幅的衰退 但是后续要赢一波的成长 这是外资给的台积电的营收的走势 这个是今年 二三年 可以让它持续成长 这块是凹洞 那明年就会走高了 所以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 其中一个隐含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2022年 这个当时的营收 因为快速创高 所以他当时的股价 就是配合的这个基本面 所以创出688块的一个高点 理论上今年涨在这里 你要过高 理论上是不合理 因为他理论上基本面一定会 跟股价它是match 所以今年比较低 所以理论上是不太可能过高 那但是很重要的关键点是 明年是过去年的高点 我们讲基本面 所以如果我们再讲 如果这个外资的报告是合理 等到到年底 这个状况没有太大的改变 照理讲明年的营收创高 代表的就是他的股价 就会去创去年的高点 就连一个来讲 等于说他明年就有机会 过去年688的高点 那只是说我常常讲的 股价会领先反应 到了年底的时间点 只要确认这个状况不变 其实很有可能在年底 他就有机会去挑战 去年的高点 所以我觉得就长线投资人来讲 其实台积电就目前的角度 其实长线的 尤其是纯零股的 或纯股足来讲 我觉得现在都还是蛮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毕竟上半年资金不在电子族群 现在才刚刚回流 所以我觉得相对是安全的 那刚赵华也提到 我觉得 我觉得这次出来价格 比市场预期要来得高 可是我看了之后 我是给予肯定的状况 虽然我自己也买不起 可是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这才是苹果该做的事情 我不希望他出了一个 可能一半的价钱 但是跟现在市场上买到买得到的 ARVR差不多 那我觉得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外资也提到 他卖这个产品 其实他研发了很久 对 外资甚至去模拟 假设这个案子失败了 大概会影响到 他的一整年的毛利率 大概接近零点五个percent 其实影响不大 所以这是他的 他的一个任务 他必须要这么做 而且也是他的优势 对对 带领着市场往前走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该做 而且万一失败了 其实他也没有冲击那么大 所以严格来讲 对他来讲是一个加分的 那昨天我们这样讲到 这个新产品 到底有什么重要的重点 我觉得直接对比 现在买得到的ARVR 其实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笨重的问题 因为这个是一个眼镜 可是我们以前讲到的都是头盔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很明显的差距在哪里 一个戴太阳眼镜 一个戴安全帽的一个感受 所以重量来讲 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个来讲 应该是说他把电池 另外外挂 所以相对来讲 而且他所有的材质 这个就是Apple的优势 他一直以来 他有办法在这个 的重量各样的材质上 去到这个重量减轻的问题 另外就是没有控制器 大家以前看到的 这种眼镜 他可能手上要拿着遥控器 要连线背着全身的装备 他未来的控制器 你只要在空中 你的手动一动 他的镜头会去抓 你的手的手势 或者是你的眼球动到哪里 他都有办法去 解决这个控制的问题 那另外来讲就是 之前在讲的时间 没办法完全 就是有一点点延迟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他的优势 因为呢 大家用这个一般市场上的晶片 他们家用他们家的M2 就是目前最强 只是说还没出来之前 市场都都是预估 他会用两个M2 就出来是一个M2 加一个新的 叫做R1晶片 那比较特别 他是有这个十二个摄影机 五个感应器 六个麦克风 这么多东西 都靠一个R1晶片 下去控制 他这个就这样 他接受处理 传出去 做三个动作 但是呢 他的反应时间 比扎眼的速度 还要快八倍 所以理论上来讲 就是他的速度 理论上人体 是没办法感应到了 所以你未来就不会有 这个延迟时间上 对不上的问题 所以相对来讲 我就觉得 人家花钱自然就有 这个优势所在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后面就是一些创新了 这都是 在过去没有的 第一个部分来讲 就是3D照片 这个看起来 听起来 可能比较抽象 我简单道理 这是一个开会的场景 对 你会发现 简单来讲 这四个人开会 其实四个人都戴着头盔 可是你照理讲 是长这个样子 可是你看到他的人 是没有戴头盔的 看到完整的影像 他要开始之前 他先把这个 这个眼镜倒过来 先照自己一下 他扫描过一次之后 他就会 这个是模拟出来的 对 那他等于说 3D照相之后 他就模拟成这个样子 所以无论你的讲话 或者你眼神 他会完全反映到这个上面 所以这整个 这些人全部都是虚拟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 严格来讲 他也有跨入这个AI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 另外来讲 就是这个 Eye Sight 就是简单的道理 他解决一个 大家可能以前看过那种 短片都在笑说 有人戴着 AR VR眼镜 就因为玩得太激动 去撞了墙都不知道 他这个有个好处 就是上面有一个旋转钮 是 那你本来呢 你可能看到的是 这个人的场景 对 所以理论上 你是看不到外面的样子 对 你只要这个一转之后 他就会慢慢变成透明 你可以看到外面 你可以看到里面 你自己可以去调整 你要的比例 那当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时候 这个画面 就会出现你的眼睛 当你看不到外面 他自然就会变成全黑 所以他这个都是 过去这种所谓的 这种穿戴装饰 没有出现的一个东西 另外就是红膜解锁 这也是蛮酷的 因为以前的指纹 Face ID 现在他用红膜 他用眼睛 只要确认这个眼球 理论上 他就可以去解锁 而且这个东西 没办法复制 而且他也提到 其他人用APP 透过这个机器 他也没办法取得 你的红膜 所以严格来讲 是非常的安全 另外就是 他这个单边 就是一个有一个 所谓的4K的一个电视 所以严格来讲 就是说 他这些都是 创时代的一个 一些创举 所以严格来讲 他贵 我觉得是一个 合理的一个角度 这次他出来之后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 所谓的创举之外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个外资的看法 长什么样子 简单道理就是 我们刚刚讲 三千五百块 然后外资马上把它拆解 流程上成本 大概就是一半 一千六百块左右 这成本蛮贵的 对其实比起 大家想的其实贵蛮多的 所以他的价格才会这么高 第二个重点来讲 就是公司或外资都在讲 明年年初开始卖 一年大概卖一百万台左右 那我那时候讲一百万台 到底什么概念 现在手上持有iPhone的人 全球十一亿人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一千 每一千个iPhone持有者 买一台 就是刚好他要的 这个比例 那大家都可以做分析师 你自己觉得这个一千 这个数字对还不对 如果你觉得可能是 一百个就可以 每一百个人就会买一台 那他就是一定是爆量 如果最后是五千或一万 才买一个 然后就是不如预期 我个人觉得目前抓个一千 还算是比较合理的数字 那重点是外资讲 明年一百万 他看到后年 应该会落在三百到四百万 所以应该说 未来成长趋势 一定是确立的 尤其是他在讲 明年后续会再出低价 也许是在这一百 这一半左右的价格 所以未来这个价格 如果慢慢符合市场的 一个需求来讲 就会有持续这个 所谓的量能出来的一个空间 那再来 我们就要跟大家讲了 讲得很好听 可是 今天的股价 好啦 这距离还是重点 不管他们一百万 还是三百万 都不是一个大量型的商品 应该说 比较指标股 就是郁金光 今天也是跌最重的个股 那这块来讲 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是外资列出来的 VR个股 不是苹果的VR 是整体VR的个股 那我个人觉得 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大家都认同郁金光 是讲VR 或者是讲宏达电 这两档 可是有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 除了宏达电 占营收很高之外 其他的其实都一样 郁金光一点 比较高都没有 那问题是宏达电 他八九成 问题是他没有办法获利 那人家在讲 到底苹果出来 对他是多还是空 这真的没办法定义 因为有可能是因为 大家未来都去买Apple 所以不买他 这是空 但是有可能因为 Apple带领着大家 这个持续关注VR之后 发现Apple买不起 反而去买宏达电 所以这个未来 我觉得还要观察 但是目前 还是亏损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 真的就只有题材 所以整个架构来讲 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VR的效应 真的非常非常强 是不真的事实 但比例非常低 也是不真的事实 所以一定会导致 股价波动性很高 所以我觉得说 这里面的个股 也不是不能买 但是你要把握一个原则 我今天把这个VR拿掉 他下半年 本来就该涨的 那VR未来只要一炒 他又有一个加速作用 但是切记不要买一个 市场认为VR 但实际上 他下半年状况不怎么样 那这样的情况下 股价很有可能就是 不断的跌 等到这个题材出来 反弹一下 他会呈现这样的格局 所以我们就帮大家选 这个其中有VR 这样基本面相对比较好的个股 我们先看到自贸 他是这个检测设备的个股 他有这个自动化检测设备 跟这个所谓加速系统的检测设备 这两块 这块来讲是在电动车的一个 这个需求 那目前来讲也是快速增长 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另外一块更重要是在这个AI 所以他这两块刚好都采在 一个是采一个长选趋势 一个是今年最夯的东西 所以他的特色来讲 你可以看到 这是他的营收 这是他的EPS 去年所有的八九成的电子族群 去年的获利都创高 今年大部分都是呈现先蹲 希望明年可以后跳 但是他的特色就是营收 到今年都还是持续走高 获利去年十二块 今年十三块 明年十四块 这是外资预估的 这也不是我说的 只是我个人觉得 以他现在这种获利持续走高 股价持续震荡整理 最近才因为这个讯息来讲 开始转强 所以目前本益比还不到二十倍 所以我觉得这块来讲 看到外资持续买超 投信最近也才刚买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 相对来讲是一个非常安全的VR 就刚刚讲了 回到刚刚提到 即使没有VR 它都会涨的个股 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关注 以前也是设备的老公司了 是 印象中还留在一百块以下 现在都已经噴上来了 对 其实基本面确实 我就说它每年持续墊高 另外一块来讲 就是ABF载版的新星 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我觉得很多投资人对载版 其实又爱又恨 因为它特色来讲 就是涨的时候 涨到翻天 在跌的时候 你也是跌得哀哀叫 而且都被投信搞的 对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它的长久以来故事 这是2004年 当时往上就是因为 吃到NB的一个效应 所以获利大幅喷发 就到最后 这个电脑也没成长力了 它就获利开始衰退 一直到五年前 进入5G AI 高速运算 所以这五年才开始快速喷发 特色就是今年 因为这个所谓的疫情过后的 这个需求回吐 所以有一年是蹲下的 但是其未来预期都还是快速成长 这两块是未来预期是不是 对 这两个是未来的预期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位置 今年都蹲下去 跟台积电影 是 而且它还是 简单来讲 它还顺着这五年前的这个 同一条线 没有太大的改变 所以简单来讲 我觉得ABF载版来讲 其实没有太大的疑虑 而且呢 它从ABF所有的客户 就是Intel AMD 这加总的情况下 也是第一季见到的地点 所以一样回到台积电一样 长线是对的 短线今年低点也已经过了 所以长线来讲 我觉得没太大的问题 外资为什么在三档 载版一直看好 主要就是NVIDIA 它供应的载版比重 星星在这里 这两档是日本公司 景硕南电 所以大家都希望买比较纯的AI 自然相对来讲 它的认同度就会比较高 那这块来讲 我个人觉得回到 如果你今天不看这个 光看涨这样子 会觉得有点怕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它未来如果两年 能够回到前面五年前的 这个趋势 一样的问题 照理说 一样的问题 到明年照理说 它股价就应该要创历史新高 而且它之前是这样下来的 对 我跟你说 照理说 它都回到台积电的角度 它明年的股价 就应该要创历史新高 才可以符合 它的基本面的趋势 对嘛 您收入比去年还要好 对不对 那再来呢 我们刚刚讲的是 这个ABF载版 另外一个是BT载版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来讲 就ABF载版 这个所谓的科技程度比较高 它主要在CPU GPU 那BT载版 就是一些消费性电子产品 主要以前都是手机 那一样问题 它曾经也因为手机大涨 后来因为手机 饱和了就下来 它最近也因为 这些电 所谓穿戴装置 汽车 开始有远景 但是BT载版没有像 这刚刚ABF载版 协力这么高 而且它一修正是两年 所以这供需没有结构 没办法跟ABF载版比 但是呢 它毕竟来讲 在今年也是见到 低点之后 要慢慢往上走高 那这块来讲 代表个股 就是所谓的真顶 我跟大家讲 大家注意看 这红色的线 就是它营收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是所谓软板 简单来讲 大家看到真顶 就认为它是载版厂 因为确实它所有营收 都在载版 都在这个所谓软板身上 它的BT载版有 但幅度不大 重点是ABF载版 目前是零 可是外资有看到 绿色的就是三年后的位置 简单来讲 就是三年后 它的软板会往下掉 但是ABF载版 它会往上走 它会从零开始 不断的成长 BT载版成长 跨入新的ABF载版 产品相对来讲 毛利率是没有那么好的 它未来往这边跨 它的毛利率会越来越好 载版毛利率是最好的 所以它往载版走 它的毛利会提升 重点是红色点 它目前AB载版是零 那BT比例是很低 它的软板在这里 红色点在这里 绿色就是它三年后的位置 它照一讲就会往下掉 你可以看得到 ABF载版 它就慢慢往上走 外资做图 真的很有艺术 所以告诉大家 重点就是希望 往这边靠 所以当然我们很明显对比 它的基本面 就没办法跟星星比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股价就是 很像整理 但获利一直都是好公司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从大家目前来讲 相对来讲 即使外资 也不爱 但是它特色就是不断的卖 但是股价来讲 都还在区间 我个人觉得 一样的问题 下半年 这些都慢慢的 恢复成长 所以它股价就应该往上 尤其到年底 我觉得未来 一定会看到 要讲真顶要进入ABF宅办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股价就会有落后部长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不同的属性 如果说喜欢波动大的 就是往星星跑 如果说比较喜欢长期持有 有办法 后到明年 我觉得真顶 绝对有落后部长的机会 好 就是我们现在 着眼的 已经不是眼前的事情了 都是一两年后的事情 对不对 有的人先蹲后跳 有的人今年蹲完 明年就要跳了 所以大家应该优先 眼光往前放 好 这边非常谢谢明翰经理 所以赵华觉得明翰经理 超级厉害 本来录影前 我觉得我不会买 被他讲一讲 我觉得好像值得买 买了人就是 一千分之一的那个人 引领风潮 不过呢 这边有个观念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也许 不要再看现在 现在是第二季 第二季是很多 科技公司的 淡季兼谷底哦 但是苹果的头盔 或者是说 从台积电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明年科技的成长 很多人都是有信心的 外资报告呢 也有估了很多的 领导型公司哦 他们明年的营收 可能会比去年 很旺的时候 都还要好 那我们对股价上 是不是能够 有所期待呢 好 所以外资看的是 明年后年 我们呢 来练习看一下 五月营收好不好 因为现在市场 也是很聪明的 五月营收结出来 表现好的 股价就涨上去哦 因为现在台股 是一个多头气势 所以我们的总部股长 阿格丽亚来教你咯 如何提前预知 还没有开奖的 五月营收 谁是BIRRBOUND呢 好 其实台股有一句 算俗语吧 叫做五穷六绝 七上吊 意思是说 很多的厂商 在五六七月哦 他们的营收表现 不会太理想 那事实上 也确实很多人告诉你哦 第二季 很多是营收的谷底 但是 为什么有人五月可以年月双增呢 这些公司有什么成长的玄机 甚至很多人是去年 表现普普哦 今年却来大爆发 捞出来 其实就变得很容易选哦 但是我们不会捞 我们还是要问你哦 我们两个常常在那边 对不对 赖来赖去 其实阿格丽很厉害 常常会告诉我 某某五月营收 根据你的掐指一算 会很好 然后果然 之前啦 二三四月有验证 都很好 不太容易呢 但是我们从这个 三羊 三只羊 来看的话 他确实已经连续两个月 验证阿格丽奖的 你说好 他就开始涨 谁是下一档三羊 最简单就这样问好了 大家最想要知道了 那先跟大家讲说 其实在股票里面下一档三羊是永远有机会的 因为台股这个上千档公司 其实你如果每一年有仔细做研究的话 一定会有那一年特别成长的公司 像三羊也是过去 大家不会去看他的一档嘛 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公司 在五月的营收 是已经年月双征了 那你会说阿格丽奖 你讲这个年月双征 已经公布了 那怎么办 其实还是有很多机会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从这个年月双征 我整理出八家公司来说 其实涨跌幅怎么样 各办 各办 所以也不是说财报公布 你就没有机会 因为很多这个公司 它并不是属于太热门的股票 说不定它的营收公布好 但是其实股价也不会反应 我们看一下 例如说我之前讲过的这个普鸿 6590 那它的五月营收是年增24% 月增是30% 单月营收历史次高 前五月是历史新高 可是股票是下跌的 所以当你看到股价下跌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说 这个叫做利多出境 因为很多人看到说 如果财报好 那股价跌你就会解图利多出境 我倒不这么认为 除非你很明确知道 这个公司的 它可能是属于 路上鞋的高峰 已经要过了 那我今天整理了这么多公司 其实也是要来跟大家讲 一半一半的事情 一半是说 你看我们之前讲 星象 生态 太一 全部都是年月双征 而且前五月不是历史新高 就是历史次高 那像这个星象 虽然是单月我写历史新高 但前五月也是历史新高 所以台股其实还是充满了火力了 那下半是我过去 基本上比较没有讲的一些公司 像6532的瑞云 它是半导体设备的 那你想说半导体设备 台积电不是要降低资本支出吗 可是人家年月都双征 将近50% 所以其实台股还是很多公司可以去找 那包含大家比较熟的这个创意 或者是信邦 那我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 像风达科这种 比较传统产业的 但是它又有受惠解封飞机这样概念 那我们看到这些公司 其实前五月的营收 基本上不是新高 就是至高 但是你要怎么样的逻辑去挑选 类似我表格里面的公司 我今天列出三点 因为五月营收陆陆续续在公布 那你可能你研究的公司 有一些营收出来 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解读 而且有的如果说像刚刚讲的 明明就年月双征 却没有涨 是不是怪怪的 我是觉得说股票不需要那么紧张 因为就我之前也跟赵华分享说 人参就像股价一样 大部分不是在新高的位置 所以你要比较坦然的面对这一切 反而你看到营收好 股价没动 这个时候反而是好事 所以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 后面四档的个股的解析 全部都在季线附近的位置 好不好 非常不错 那你如果去看营收 记得看营收的年增率 那如果是成长股 你就当然是要看年增率 可是如果是衰退股 你看月增率会比较适合 例如说台股很多电子相关的公司 你看年增率 其实还是非常难看 可是你会觉得说 这个股价为什么一直在涨 其实人家月增率不错 那你如果把一到五月拉来看营收趋势 可能是往右上角去走 虽然还是年减的状态 但是至少已经脱离最坏的状况 所以成长股你看年增率 那衰退股你看月增率 我觉得这个大逻辑还蛮适用的 好那别忘了看累月的营收 因为很多公司你看到 五月年月双增 可是你可能忽略前五个月 可能前几个月非常的烂 它可能刚好就是比较紧细循环 五月刚好去入账 所以你要看一下累月营收也是同步抢 像我刚刚不是表格八支 全部都是前五月历史新高 不然就是次高的 你才能避免掉价值的陷阱 所谓价值的陷阱就是年月双增 但你忘记看一二三四 可能不是到太好的关系 好那最后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投资股票 其实就是在投资生意 我常常跟我的这个读者讲 就是你要知道这家公司在干嘛 那你要有能力去判断 现在五月营收公布好 那六月营收有没有机会 下半年有没有机会再好 我怎么知道 我等一下会教学 所以如果你能做到这件事情的话 基本上你对下半年的营收展望 就比较有敌 你自然就不会发生那种 股票今天黑K留上影线 你就被洗掉了 那过几天几个礼拜 又在创新高 就是因为你不太懂得这个公司的生意 是在做什么的 好那我们先来做一个这个演练好了 也是上一次我来理财答案秀 5月30号讲这个三洋 当时候股价多少 75块 今天收盘已经91了 那还会不会继续在动呢 我们就以这张表来作为推背图 那我这个是自己会做这样的功课 比方说1 2 3 4 5 6月 那我会统计去年的这个汽车销量 我去哪里找这个资料 其实你随便Google就有了 随便Google就有了 2022年1月汽车销量 它就有所有品牌 那你再去找对应的 比方说你要看这个荷泰车的 还是看范德永业的 看中华车的 其实通通都找得到 那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今年以来 除了1月 因为有这个过年影响的关系 小叔去年以外 基本上今年2 3 4 5 都是比去年强 而且是强非常非常的多 这是强倍数的 对 都是以倍数在成长 那如果以这个近4个月来看 基本上卖个1800台左右没有问题 那我是不是就知道 6月去年卖932台 假设这里卖个1800 又是倍数成长 你就知道说 6月营收可能就会不错 好 那机车销量 我也同步展现给大家看 你看前5个月 其实平均下来都卖2万台以上 那6月卖1万9千台左右 所以如果这边卖2万台以上 那是不是6月营收又没有问题 可是其实它的5月营收也还没公布 大家可以期待 对 它5月营收还没公布 对 所以为什么 我能领先知道营收 其实有一些公司是真的可以靠销量 提前知道 这大概每个月的1号就会公布 上个月的汽机车销售量 那你看5月卖2千台 去年才1200台 那5月的机车卖很多 25500台 然后去年才15500台 那要接近7、8月7、8月你要怎么预估 7、8月又是这种升学的阶段 高中生变大学生 又会买摩路车的这个旺季 所以像山羊的营收 我大概就是这样去顾问 那如果刚好电视应该有很多人 持有这档公司 今天被迫公布这个4月的EPS 0.65元 涨到被迫公布 对 因为变成注意股 这个成绩是年增85% 所以如果有山羊的这个股东 应该可以笑一下 好 要笑一下 而且看得出来 它汽车的成长率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其实这就是 之前节目讲的EE的验证 好不好 好 那我们今天分成四档公司 那前两档是营收已经公布了 但是股价我觉得还没有到很夸张 下面两档是股价也没有很夸张 那营收也还没公布的 交给大家做参考 那第一档是这个6590的浦宏 是 浦宏是这个国内金融加解密的龙头 什么叫加解密呢 比方说你转账 我要转账给赵宏 透过网路 那这个资讯要经过加密 不然你被截取讯息 那可能就人才应该是不会 人应该不会两次 但是被威胁可能就人才两次 好不好 所以它是做这个金融加解密设备 是国内的龙头 只是大家比较少讨论到它 资安相关嘛 对 没有错 那我们看现在股价大概在95左右位置 你看是不是跟月线季线 其实这个乖离率跟过去比起来来说 算是非常非常小 绿色这条是季线 你看过去为什么涨很高的时候 这边追的人被套牢 因为季线乖离率太大 但是呢 之前涨到110几 现在只有90几块 营收又再次创下新高的情况下 我反而觉得大家就可以留意 那外资最近也没有什么 在很大量在卖了 所以我觉得从马上相对沉淀 那KD又已经低档开始交叉 那我觉得这个成交量 已经进入有点窒息的感觉 我最喜欢这个时候了 就是公司比较容易价格 跟它的价值不会落差到太大 那我们看这家公司 其实六月会不会继续好 我觉得几率非常大 甚至到年底一定是越来越好的 因为你看到从2019到2023 这个营收的趋势都是有去无回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等一下我会再来跟大家讲 那我们再看这个EPS的年增率 第一季很强 年增43% 1.48元 去年才赚4.7 所以如果你以此类推 今年有机会赚个6块的话 那90几块 对应下来本益比大概15 16倍 也不算太贵 所以这个估值的部分 帮大家做一个示范 那我为什么说 它的营收只会越来越好 因为第一 我刚刚已经说了 它就是龙头 那现在其实金管会蛮 care所谓资安的问题 甚至你看国内不是 资本额多少以上 你要有资安长 还有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人员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普宏到底在干嘛的 这样比较直接 像富邦进控 富邦应该是很多人都有开户的 2022年 他们就导入普宏的资安系统 就是这台 Security as a Service 就是资安的一个服务的系统 那这个服务的系统在干嘛 它说安控级服务 意思的名字就取得很好 你透过这个装置来进行服务的时候 安控也可以一并的进行 你看可用于国内外的金融支付的交易 资料保护等等 所以所谓的资安要透过怎么样来运行 其实就是透过普宏这样的软硬体的系统 所以我才说它的业绩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再来现在国内对于所谓的这个法规 因为金控相关的最重是所谓的法规的系统 还有洗钱防治 这个都是国家大事 那浦宏的子公司有一家叫洁智商讯 这个有新贵 它今年前五月营收也是历史新高 年增率是20% 所以它除了本业强以外 它子公司也非常强 这个持股60%以上 在新贵已经刮配 对没有错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客户 我们直接看它的客户就好了 法规报表系统客户中央银行 那这个法尊系统客户是谁 台湾银行 所以你从它的客户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其实它的护城额有多深 所以对于金融支付有兴趣的 资安的保护有兴趣的 其实浦宏是国内的一个龙头 大家可以多加关注 这边资安 这边是法律对不对 不要得罪它 台湾的银行大概就是它的客户 因为对法律应该很熟 不要小心 好那接下来 我们来跟大家讲风达科 有没有就像我今天讲的 我今天讲的公司 都跟季线离得非常近 绿色就是季线的位置 粉红色是月线位置 所以目前风达科的股价 大概就是在月线 快要被季线碰到了 那这条季线是上升的 所以碰到会有一个支撑的效果 像它之前也有短暂碰到这个季线 随后也是随之上涨 那风达科可能 有一些朋友比较不熟 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风达科是世界四大航太的扣线商 所以你要做这个航太的扣线 这个门槛是非常高 毕竟在天上飞的东西 总是不能有什么意外 像现在我看很多车厂 说开一开方向盘掉了 轮子掉了 这个可能还有救 但是在天上出事就不行了 那它的客户是世界四大引擎的制造商 像是奇艺或者是劳斯莱斯等等 都是它的客户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位置也是跌到K值 小于20这样的状况 所以算是位阶不高的一个点 那同样也没有成交量 跟普鸿有点像 其实我个人蛮喜欢这种时候 因为你连离前高还有一段距离 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似乎充满了沉淀 那股价也维持在一定的区间之上 这个时候就等下一波的攻击 那我觉得财报呢 就是有助于未来这个股价 有进一步的表态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家公司很好去理解 2020到2022的时候 这一块就是月营时候的状况 那是疫情受害股 疫情期间飞机就不飞了 新飞机也不做了 那扣件你到底是要卖给谁 但是其实去年就已经开始恢复 去年一整年的EPS是2.85 那今年更不用讲 今年大家全面解放 第一季EPS1.26元 那他在疫情前的EPS 其实前两年就5块到6块多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 今年挑战7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亚裔的营收 应该会在今年开始慢慢的爆发 那是不是有机会超过2019 2019那一年的EPS在6块以上 那你如果以7块的EPS 来对照现在这个90几块的股价 其实这个本益比也真的是不高 而且我觉得这个趋势蛮明确的 他做的就是像这种铝合金的螺栓 这个螺栓 这个螺栓就是锁在这个飞机引擎 那飞机引擎的这些扣件 其实他也都有做 所以他的这个产业的方向 其实大家非常好理解 你从营收的结构来看 他是不折不扣真的是航空概念股 你看航太扣件占了53% 航太车销件占了29% 所以他基本上有8成的营收 是在这个飞机相关上 那我们再来看2021第一季 到这个去年第三季 因为最新的资料还没有 他们还没有秀出来 可是从这个图可以知道 营收一路的往上涨 复苏了 请问是谁贡献的 蓝色这一块 刚好就是航太扣件复苏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档 也是逻辑上非常好判断 因为飞机正在起飞 那过去两年计押订单 现在又开始拿出来消化的情况下 营收应该是只会有证无减 他有点被归到有一些军工概念 对其实应该也是有 因为他客户就是世界四大 这个飞机引擎商 那引擎有用在民用的 也有用在这个军机 所以说不定改天大家发现 他有军用这样的概念 那在题材上是会比较价分的 好那接下来两家公司呢 就是营收还没有公布 但是我觉得也是会不错的 那第一家就是这个 6245的利端 那你看这个股价 其实也整理得不错 因为这是最近三个月 今天一个黑K 黑K更好 因为就越来越便宜 因为他快要碰到这个月线了 粉红色月线 这一样也是一个上升的月线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外资最近这一个月 买了4.76%的股权 所以外资最近一个月买 大概就是买这里 但股价并没有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这样不错 而且400张大户 其实也买很凶 近四周大概也是近一个月买 400张大户买近7%的 流通在外股权 所以外资买 原本的大户也买 那股价呢 其实还没有正式的 有效的突破全高 所以我觉得现在 大家还是可以多加关注 而且从马上 现在的成交量 也没有那种周转率过高的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家公司的基本面怎么样 其实它是世界资安设备 应该讲 准确讲 网路硬体的资安设备 因为你当你网路流量很大的时候 你需要这些硬体的设备 去做好资安的管理 它是生产这些设备 市占率40% 很高 前四月营收历史新高 年增27.8% 连台达电都入股它 台达电是他大股 台达电在2020年有参与他的私募 现在占股权大概是5%左右 非常非常的认同这家公司 不然他也不会去入股 所以这可以说是一家有台达电认真的公司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它的毛利率也是一路走升的情形 营业利率表现的也不错 所以我觉得说 在全球资安的这个趋势之下 营收你光用想了就知道 这不会减少的 像我之前也有跟赵豪分享过 这个世界的这个资安设备领导厂商 PoloAuto 这个是美股的 过去8年 它的营收复合成长率是20%以上 所以也显见为什么 这个立端 它的EPS可以突然的这么飘碗 因为你看从2014到2023 基本上它的股 这是股力 股力也是持续成长 股力持续成长就代表 EPS相当不错 持续成长 所以这家公司在5月营收公布之前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多加留意 它会不会有那种公控 因为它算是工业电脑 会不会有入障的问题呢 我目前看起来是比较不会有 因为它的生意已经做到很大 有些是我特定做一些 比方说军用的NB 那可能有突然一个大单 集中在某一个月 那我的市占率已经到全球40% 而且这种资讯安全的设备 其实是现在每个月都需要 比较不会有单月入障的一个问题所在 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做微软 三生不是微软 怎么看微软 这个是伟创的儿子 伟创软体公司 那它其实是台湾资讯 伟外的龙头 比方说你用过了某一些银行的信贷系统 他们其实银行不会自己去做这件事 就伟外请伟软来做 伟软来做 伟软 都是资讯服务 那资讯服务他们也不可能自己做 成本太高就外包 所以呢微软就享有这样的趋势 我们看一下2016年的EPS 才1.5月 隔年变2开头 再隔年变4开头 再隔年变6开头 2020变7开头 那2021转战没有成长 可是去年呢 EPS就已经到8块了 所以你从这个趋势来看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家非常票换的公司 可是你看哦 它其实相对冷门 扯交账量大概1-2千张而已 但是我觉得它基本面非常好 第一季EPS1.83 去年已经赚8块3了 第一季还成长年增11% 那外资今年以来也买了5%的股权 买那么多 所以在现在这个位置 刚好是季线的位置 它均线还纠结在一起 现在台股已经涨到1万6千张 对啊 那你要找到一家 EPS将近一个股本 而且你用本益比来估 大概是13倍多而已 那如果今年还在成长 现在的潜在本益比 等于说低于13倍 那资讯服务还在持续的成长之下 我觉得这家公司可以多加关注 因为我们看一下 前4月营收 其实也是历史最高的位阶 那3月的营收历史新高 4月营收历史次高 所以我觉得5月营收 应该不会到太差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 你要关注一家公司会不会成长 你要了解它在做什么 那这个跟电子零主线的公司不一样 电子零主线的公司 比方说上半年拉货拉很多 下半年可能就不拉货了 可是资讯服务这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大家这个各行各业都在使用 而且你请他做了之后 你还要继续请他来维护 所以他为什么EPS能越定越高 因为他并不是我做一个case 我只能赚一次钱的公司 我知道虽然大家 有一些人已经变得很依赖 阿格力的产业研究 跟个股研究了 但是他还是希望 可以把这一套方法交给大家 因为这一件事情很重要 看到他的营收很漂亮的时候 不是叫大家看到喷上去了 赶快去追 而是发现 他营收一直都很漂亮 他的产业特性有持续性 可是股价却低低的 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点吗 大家好 千万不要买在山顶上 一直问怎么办怎么办 反而是要勇敢有把握 好公司 价格没有动的时候 是滴滴让你未来赚钱用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宾 那刚才明翰经理已经讲了 苹果的头盔其实在科技突破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明年如果台积电认为会恢复成长 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多的科技股 也有机会在明年恢复成长动能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来挑选一些 今年滴滴明年会跳起来的赌票 希望今天你的财单 是这里头最有帮助 明天再会咯 拜拜